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达特仁波齿有点关系 达特仁波齿是从清海 中国派他去向达拉网 劝达拉网结束中国的统治 他是不愿意 他知道 他非常清楚的 知道是中共 所以他的第一时间就跑到境外 其实中央情报的卷入是1957年底 或者是58年的时候 才开始卷入 在那之前 西藏人的反押是从1956年开始 1956年中国什么 就是那个合作化运动 然后西藏人就 土耀式在康区 现在化在四川云南的地方 开始藏人都去 康区去跟中国军队搭起来 那个时候呢 就一些西藏人就跑到了境外 跑到境外的时候 那时候达南喇嘛的哥哥 达瑞仁波切已经早就跑到了境外 然后杰鲁敦珠 达南喇嘛的弟弟也跑 另外一个哥哥杰鲁敦珠也跑到境外 所以那是达南喇嘛家族 所以他们就会有接触 那就会告诉这些事情 那他们来就跟美国的 因为他们以前就跟 像你叫罗东罗他在 国民党的南京学习过 当时达瑞仁波切 很早就认清中共的本心 所以很早就不愿意去 跟中国合作而跑到境外 所以他们就去跟美国那边去联系 美国那边来就找了一些西藏人 给他们练那个电包 给他们训练以后了 大概是在1957年底 或者58年初把他空土会 应该是58年空土到了 那个拉萨附近的地方 然后他们两个跑到拉萨 他们想要去找达南喇嘛 但是达南喇嘛的市委长那些 都不让他们去见 不让他们去见的时候呢 他们就在拉萨发电包跟美国 那中国就到处去追查 这个时候康巴仁要建立四岁六岭嘛 所以就他们两个就说 那个他们联络那西藏的贵族来 就跟他们说你们还是走吧 不要再拉萨了 那个康巴仁要在那边建立军队 你们可以去那边啊 所以他们两个就带着电台 跑过来去找康巴仁 去加入到那里面 加入到那里面 然后他们告诉美国说 已经有一支军队 那时候康巴仁应该是有3000人左右 大部分都有自己自带武器的 他们说有这样一支军队 他们要跟中国军队作战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 美国人根本不相信 所以美国人给四十六岭军 来空吐了什么武器了 一百七十支步枪 我记得是 然后两箱炸药 一支一门无户坐里跑 无户坐里跑 那种可以扛在肩上 就是说那一时候 后面会有一股火焰奔出来 那样的一门跑 还有十几发这样的炮弹 然后一些钱 这个就是美国从头到尾 给四十六岭支持的所有的内容 那那些炸药 那个藏军在围攻 那个泽汤的解放军的时候 他们要去把那个解放军的 叫报炸掉 所以他们从地下挖洞 但西藏人不知道 炸药的运作的方式 洞挖到地下 然后把炸药放在那里 然后一点就出来 结果没有想到 那炸药的力量都会顺着的洞 外泄出来 而不是炸掉上面的 因为你要把炸药放进去 要把洞分掉 然后你才能点嘛 那西藏人不懂这些 因为以前没有作战的这样技巧啊 所以费了很多力气 把洞挖到地下 然后把炸药放回去 结果炸药的力量全部炸出来 把藏人自己的宝 那个 燕铁啊 那些全部炸到天上去了 总之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那两箱 然后呢 吴霍兹做了一包 真的有射了几发炮弹 还有一点点作用 然后那个步枪 大概就是 西藏人把它称为是 六发 新向式成的六发步枪 因为它可以 一次可以转六发 有些可以转八发子弹 那个是西藏人都没有的 就觉得那个步枪是很好的 但是那个只有一百多只 那后来呢 1959年 3月十几日 打亮了吗 逃亡出去的时候 他们才 美国才知道 哇 西藏人真的到处都在造反 他才开始去 给你空头武器 但是在那之前 那两个报复员回来的时候 美国给他们说 你们如果西藏人 如果反抗了 我们会给你们提供武器 所以 很多的西藏人都抱着很强的信心 然后美国也再向康区 就现在的四川藏区 那地方空头了几个人 给那些人也同样的承诺 第二批人空头到四川 所以那些人跟当地藏人说 你们只要集中起来 有人 美国就会空头武器 那西藏人都没有武器嘛 所以他们就越来越集中 集中到几千人 然后他们再怎么打电报 说这里有几千人 美国就是不相信 没有空头一支枪 然后 集中的太多了 解放军就开始围攻 就开始打过来嘛 打过来围剿 就藏人死了一大批 然后一些人跑掉了 有些人死掉了 他们集中在那里 本来是判那个 美国会空头武器 结果一支都没有 那些那几个包委员 还费了很多力气 从四川的藏区 跑到青海 青海再从那个 那个无人地带 北方的无人地带 再跑到那个印度 费了很多力气 才跑到国外 结果他们什么也没做成 第二批空头过去的 美国人不相信 有这么多藏人 在那里反抗 他们愿意作战 美国不相信 结果所以 在那个满康地方呢 也因为听说 美国会空头武器 所以他们在当地 也走出了几千的藏人 就在当地打转 担心到时候 空头的时候 拿不到墙 结果等了 一年多了 没有等到 等到解放军的围剿 又死了很多人 所以说 美国空头武器的 这个给西藏人 很多的期待 但是最后都没有偷 一直到 14时打了喇嘛 1959年 逃往到国外的时候 美国才知道 是真的了 然后他才开始空头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 二号战局 就是我们家乡那地方 可可西林那一带 那地方 击中了大概有 作战能力的 可能有六七千人 前后击中的 可能有几万人 所以那地方 美国就空头了 几千只步枪 但是步枪空头 然后在那个 就班长喇嘛 现在 十一是班长喇嘛 转身那个地方 那地方藏人也有几千人 美国又空头了 几千只步枪 在那地方是 两个人一只步枪 大家分下去以后 可以 两个人可以分到一只枪 所以规定就是 两个人发一只枪 然后发 十几发 或者说 二三十发子弹 就说 有一个人什么时候死了 另外一个人接停嘛 有这样的方式分下去了 但是像 我们家乡那地方呢 美国空头武器 那个事情被解放军知道 所以空头没几天 解放军的飞机就过来 就炸了很多 所以其实有一些武器 没有能够散发出去 藏人正好烧掉 但是 那个地方的藏人 他就开始有武器 但那个时候 解放军使飞机 坦克车 以及大量的 军队 去围攻 他把藏人围起来 而藏军呢 从来都没有形成过 一个统一的 他本来想要把藏人 都集合起来 然后把他分成男的女的 老百姓和军人分开 军人要把他编成 那个连派 这样排成军队 结果都没有做到 刚刚准备了 解放军就打过来 飞机就扫射 然后就打散了 所以说 在那当地 藏人就到处都是 到游击 就是类似游击一样 反正到处 到处跑 到处给解放军打 这样维持到 一直到1964年 最后的都 就算消灭掉了 那最后的一批 在我们家乡 是在杂东那里 毛泽东死掉的是 1976年 那个第二年 有最后一批藏军 被俘虏 被投降 那时候他们拿的 其实已经没有武器 他们只有一些 十几颗的手榴弹 还有那些 那手榴弹全部都生锈 其实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他们 十几年都没有用 他们就是躲在山里面 生活非常艰苦 但是他们在那山里面 躲了十几年 他们的枪啊 全部都生锈 手榴弹也都 全部都生锈 没有办法用 但那个时候 被解放军发现 然后把他们包围起来 他们最后投降 就是说 所以说 50年代的战争 最后的 最后一批人投降 大概算是在 毛泽东死了以后 才结束的